好嘛,到了中午来了 一点钟了,人家都上班了 我们才开始吃中午饭 大家中午吃饭没有? 炒点酸菜 下面是煮的油饭 鸡肉饭 好嘛,今天中午煮的鸡肉油饭 有香菇发生 有鸯鱼 新鲜鸯鱼 老婆,你先舀一碗 鸯鱼 吃鸯鱼吧 鸯鱼 你自己吃鸯鱼 我吃鸯鱼 这个鸡肉 炒木鸟要的肉 这个鸡头你吃吗 我不吃鸡头 一不吃 那就可以多一会儿发生香菇 再要一部鸡肉 锅还有这么多 好多 再要一会儿 多吃了 吃饱了是好自己的 好 今天中午弄大一部油饭 做的鸡肉 洋鱼 香菇发生 喜欢吃油饭的 像冬天 多煮油饭 鸡肉饭 排骨饭的些 吃的是身体好 好 吃的 是不是 看 多吃油饭 补充能量的 好 今宵就炒这个酸菜 还用这种菜 这个鸡头 先把它吞掉 鸡头的关子好吃 还有鸡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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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鸡爪子会笑我 我吃 鸡爪子 鸡爪子 嗯 冬天来了 看着能够煮油环 吃得云阳 又补身体 像我喜欢吃油环 有的本事朋友们 在视频下面他说 我思心 他说唱歌一语吃油环 是怎么煮的 怎么好吃 怎么香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煮油饭的方法 第一就是 把鸡肉清洗干净 捞好水 就是除下水 捞到清油 炒一下 生姜大蒜的 羊八料也调了 炒专料的羊味 先煮上几分钟 煮个七八分钟 十分钟 我煮得更好 我煮得更好 老婆他说 要煮 把鸡肉煮出味道来吧 煮的像那个香菇 土豆 巴生 茄子 茄子 等等一些原料 翻熟了就可以了 但是特别要注意一点 再放点猪油 少放一点 不放都可以 放点猪油它吃就更香 那个味就不一样的嘛 大家复兴试一下 绝对好吃 吃起来绝对香的 小孩子都喜欢吃 是啊 不管是大人的小孩 都喜欢吃这个油肝 现在小孩子身体差点 多吃油肝 身体会长得胖 开心 很小该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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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